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当 我是十九肥仔 大家有没有听到身边的人说想移民呢? 我自己身边也有 有些人都不是说是准备移民而已 移民的原因各有各 你问我 我暂时没有想过移民这件事 首先 我这些废柴 离开了澳门 哪找到工作 而且我自己觉得在澳门生活对我个人来说是利大于弊 我想无论移民还是不移民的人 除非你很想移民 但你没钱 否则 走和留下都有各自的原因 老土的说句 世界上没有一个最好的地方 只有最适合你的地方 但有些人可能不是这么想 把自己主观的感受当成客观的因素 就好像有一名大陆网民就上网 说早前去香港旅行之后 因为一件事而不喜欢香港 同时就力数香港三大缺点 就说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拼命想留在香港 他说的缺点也很有趣的 他就说自己是非常热爱跑步 所以一个城市是否适合跑步对他来说 是判断一个城市好不好的重要标准 他就说他这几天去了尖沙咀 油麻地 黄角 湾仔和中环 就说发现全部地方都跑不到步 也抱怨说香港的行人路很窄 而且这条街都是人 拼着尖沙咀想着每天可以沿着星光大道跑步 但是发现星光大道由朝到晚 都是很多人连路都走不到 他也投诉香港太迫 整条街都是人 他就说看到很多文章说香港不适合推BB车 然后就会有一堆人跳出来说香港这些无障碍设施做得好 BB车就随便推 他就反驳 你看看那条窄路上面这些BB车怎么推 5分钟的路走20分钟 另外第二点就是室外和室内的温差很大 而且晚上和晚上基本上没有温差 一样那么热 进到店铺冷气又冷 一个街边只能够坐五六台的小面馆 三部大冷气就疯狂在这里吹 然后当然就是说物价高 就说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拼命都想留在香港 看完这三点 基本上我觉得这条人平时的人应该都挺麻烦 而且是非常自我中心的 就是说跑步先 你自己判断一个地方好不好 是看有没有跑步是你自己个人因素个人角度 不是个人像你那样喜欢跑步 那死得吧 我又喜欢去练游术的 只要那个城市小巴西游术馆 那个城市对我来说都是垃圾的 不是的 而且你去商业区当然不能跑步 给你跑步就不是商业区不是旅游区 他去的那些是最多人无论市民还是游客都会多的地方 你会不会走到上海市中心跑步 北京市中心最繁忙的地段你有没有办法跑步 至于什么天气 热又严热又严冻又严冻 这些人这么麻烦 这些人应该就在这些办公室里面 跟你说很冷啊 开到冷气这么大干什么 然后走来28、29度 至于严冻上班又不带外套那些人 大佬说三十几度啊 难道里面那些冷气给你30度 热死人啦 不用吃啦 我也不会坐下吃啦 这人有没有脑子的 至于贵物价高 这些东西贵就从来不是那个地方 或者不是店铺的问题 是你找得不多的问题 当然啦 你说香港是不是这么完美 绝对不是啦 即是在香港 你真的要有差不多的钱 你才能生活得开心的 其实也不是开心 而是生活得舒适 你说以气候来说 那一定是不够欧洲舒服的 即是又潮湿又热 这个客观上真是差的 但我觉得那些人移居到英国更差 我有时见到那些人说移民 我都会说 你不是去看那个地方好不好 而是去看那个地方适不适合你 以及自己为什么想走 好像我以前在瑞士生活过几年 我觉得瑞士的地方真的非常好 有机会我都想在那里住 在那里生活 但一起读书的朋友和学生 又不是这么想的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地方很闷 吃东西也很热 商店也很久闪门 星期六晚又不开门 本身有些港澳人 平常最喜欢上周圈就去唱棋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还喜不喜欢唱棋 但我们以前说的 早十年唱棋也是一大娱乐 你也找不到地方唱棋 他们也觉得瑞士很差 但你觉得瑞士在一个差的地方 不会 他环境好 生活悠闷 但生活习惯不正是不正的 你叫我移居外国生活 先不理会找到工作之类的问题 但我想想 我个人又懒 去哄子也嫌麻烦 你走去外国生活 除非是你住正市中心的市中心 否则你想吃点心也要坐火车 这么麻烦呢? 你现在叫我想想 我也觉得不是 更何况我平时又喜欢买模型砌胶 在欧洲怎么买? 最多亚马逊 哪有这么齐货 澳门也没有天灾 顶多得人 对我来说 就比不少欧洲的地方好 当然有人说 要有钱才开心 穷的话就在澳门很辛苦 我想说 你穷的话去到哪里也会辛苦 你不是想着你在澳门穷 然后去到外地 可以变成人上人 想多了 而且看到很多人移民的心态 当然我不是指责人去移民 关我什么事 我才知道他移民去非洲 但我看到不少人 甚至一些认识的人 他们的移民心态 我觉得比较老危 怎样为之老危呢? 他们就不以为移民去第二 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 将移民这件事想得太美好了 但他们根本 连在澳门生活得不开心的原因 也未必知道 很多人觉得澳门的航头太窄 不能发展 但有些我知道他们的工作情况 或是在从事什么的人 我就会想 其实行头阔不阔也不关他们的事 他们很明显工作或生活 不愿意是因为他们的能力问题 无论他们去到一个市场多大的地方 也是没用的 想跟他们说 你在澳门也做到这样 你就不要觉得自己能够出事了 当然有些人真的在澳门限制了他的发展 例如像学术之类的事 去外国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 是很合理的 但设计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不要将自己生活的失败和不如意 归咎于社会的客观环境 否则你和所谓的大陆女网友 纯粹用自己的角度看世界 又有什么分别呢?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了 各位朋友 大家同不同意大陆网友所谓的事 欢迎留言告诉大家的意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